今天早上呢 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坡来进行搜索 要跟各位抱歉我们要延后提告 原本上午要对会计师端木正提告未造文书罪 但因为柯文哲台坡办公室 以及同一地点木可公司都被检调搜索 民众党决定延后提告 同一时间14号上午检调也发动搜索 端木正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 隔空和端木正互杠 就是因为被报漏报2024的申报资料 民众党直指端木正擅自调节 差额约1817万将近2000万调成9笔申报 民众党说端木正给的理由是时间来不及 包含被调节的石勒 尼奥 以及木可公司还有竞选团队都不知情 想好什么策略 干嘛 什么策略 会这么问就是因为端木正背景曝光 曾在前国保警团总裁朱果罗身边 担任财务长十多年 和检调长时间交手还全身而退 因此也被质疑端木正怎么可能赌上 自己的会计师声誉 难道背后有人指使 而绿营也加码揭露 会计师只有查询功能的唯独模式 端木正必须取得柯文哲或总部助理权限 才能进行系统灯打 民众党将这个锅通通甩给会计师 我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那么我想只要柯文哲 他去厘清后台的这些状况 其实就可以一目了然 有六个权限 那其中有两个权限呢 是给会计师跟会计师的办公室同仁 他的助理 校处证据指出监察院KEE系统里面 六个权限 其中两个权限就是端木正和他的诚信助理 而且尼奥以及石乐兰卫 就是端木正更改 和端木正隔空对杠 检调介组调查 早晚对敌公堂 他就是个蹭流量的感觉 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Sky叶志光杠向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娇应 全一位先前Sky上节目 称自己是木可公司人头 还说自己曾在木可团队里任职 甚至带电1300万竞选活动费没下文 木可13号声明 这位Sky先生从来没任职 将提告 律师加入战局现场喊告 是因为林娇应指控立顶公司 根本是诈骗集团 没获得授权私自做KP小物 逼木可公司吞下去 还谎称自己是木可团队的 那这Sky到底是谁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小草 就是支持着柯主席 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 会走到这一天 第一个 我不是立顶公司的员工 第二个 所谓的木可总经理 我想各位没有听我亲自自己说过吧 都是厂商这样得到的信息 木可李文坚理是董事长 已经讲得很清楚 Sky你是总PM 请尽快提供在群组一起讨论 拿出来对话记录想证明 木可负责人李文娟曾说Sky是总PM 只是原本采访通知写下要告木可公司 最后只剩下告民众党林赵益 他就是心虚啊 甚至他直接在媒体面前讲说 我没有合约我不是木可总经理 我也不是立顶的员工 那他根本就没办法告啊 他告什么呢 他告被笑的吗 演就演像一点 演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演了 从民众党假账怡云 开出木可公司和厂商 款项问题的支线副本 最后同样演变成 你告我 我告你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工业人士郑村奇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许洪廷 主持人好 各位官媒的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慧文 对 平安 好 来关注现在柯文哲的案子 那当然昨天大家都看到了 出来开了这场记者会 但是疑点真的全部都厘清了吗 今天还是有持续媒体去询问 因为他们昨天把所有的矛头 指向了会计师端木正 那人家就问到说 柯文哲会不会去跟端木正对职呢 我们来听听看 柯文哲怎么回答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话 让柯文哲感觉说这什么话 怎么会觉得还活着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可能真的会影响到 接下来柯文哲的政治生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在下午的两点钟 民众党包含了柯文哲 陈志涵 黄山山领文中 四人出来开了这场记者会 那说民众党清查有17笔支出 是漏报的 那这是因为 这会计师端木正便移形式 那第一阶段的审查 总共有15笔漏报 2笔误报的支出 那他们说原因是在于说 这个端木正时间来不及 然后自行把这些金额申报到 木可 石勒 尼奥 这三家公司 那也因为他的便移形式 所以就漏报金额 大约是2000万元 那为什么端木正不出席记者会呢 后来在下午的五点钟 端木正这边 他们就有声明了 就说一切都是依法处置 一切依法处理 那晚上的八点 陈志涵就发文了 他就说 其实从这个 他们的声明当中可以看出来 端木正会计师 并未否认以上的事实 那可是矛盾在于哪里呢 他又讲 因为现在外界不是在质疑说 为什么端木正不一起出席吗 说明清楚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不是说 怎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端木正却没有出席 那陈志涵的讲法是说 我们没有邀请端木正是因为呢 不是让他在记者会继续狡辩 所以很奇怪啊 你上一个留言讲说 他没有否认你们事实 代表说他们的说法 他也承认错误了 那结果在这边又说 他会继续狡辩 那这样前后说法不是挺矛盾的吗 现在就引发了一些讨论 那再来看一看这个李文中 就是在现场说 这个可能也要 就是等于说他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他讲什么呢 了不起负责 那其实呢你在那边讲说 完全不知情就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 所以感觉也是前后矛盾 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财务长没有做 财务部门没有做 没有尽到二次查核的责任 在这里我也要向支持者 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 我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好 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究竟是真的会扛起责任 还是现在已经沦为一种话术 政治话术 就如同陈时中讲的 我就是会了不起我负责任嘛 那但是呢 事实上是如何呢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现在大家在看啊 就感觉这个 我们看到郑克爽这个粉专 他提到了 黄珊珊跟陈志涵 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没事了吗 账目不清的责任 怎么会只有是会计师的责任 而且很多都已经过了半年之久 你们拿到账目的时候 都没有稍微看一下嘛 那现在外界也怀疑 这两个人 也就是刚好破坏蓝白盒的 主要的关键人物 那当时那么不想要蓝白合作 会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旁边有一些关系图 跟他们也有千丝万缕的 这样的一个联系 我们等一会儿来看 所以现在人家讲说 会不会是为着什么样的一个 背后的动机 然后当时你们破坏了蓝白盒 现在开始有更多的阴谋论传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柯文哲 跟这个黄国昌还合体开了直播 然后讲说 自己犯了低级的错误 就是世人不明 可是以前依照柯文哲的标准 而如果你是人不明的话 他是说你可以去死一死的 我们来听听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世人不明 就是说你有问题你要讲 其实我知道他们后来讲 后来我听了一大堆理由都不是理由 好龙斌在那个那么大的案子 美和事里面 是那么容易被蒙骗吗 被下属 没有 我就说 这样也给他去死一死的 没有 我刚才这样讲 没有 对 如果家事都不知道 什么都搞不清楚 对 让他去死一死的 没有 对 以前他的标准是说 没你去死一死的 但是现在自己也遇到了 就是说是世人不明 所以我们看一下 现在同样的方式 过去这个民进党帮助柯文哲 用五大案来打好龙斌 现在你看民进党 可能比较清律的媒体 也开始列出来柯文哲的五大案 金华城也好 或者是说北市科的地上权 还有政治现金不明 还有相信这个 亲信主导木可公司 这样竞选小物的事情 以及陈佩琪又儿子的名义来开公司 又有这样的五大案 所以昔日用五大案 然后打败了对手 可是现在民进党又同样 用了五大案 然后来打击柯文哲 这个好像是一个政治轮回 又打到了自己的身上 那再来 以很多人的讲法是说 台湾跟美国合作久了 其实台湾到处都有CIA的细胞 那你柯文哲跟民进党 合作那么久了 难道你身边没有充斥着绿细胞吗 这个事情难道会是这么单纯吗 还是这是一个下了很久的一盘大局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了陈志涵跟这个黄珊珊 今天联合报头版就做出来 这样的一个关系图 黄珊珊总干事 她的闺蜜就是这个戴力林 也就是时乐跟尼奥公司 那这个感觉就有一条线迁过来了 然后呢陈志涵也被这个四叉毛提报说 你跟时间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就成立这个公司的人 是这个Facebook上面的好朋友 所以感觉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连结 然后再来你看到李文宗 我们刚刚看到讲说要负责的 他的这个兄妹关系就是 木可公关的负责人李文娟 然后这个李文娟这个木可公司 跟时乐尼奥又合办或协办 这样的一个KP秀 所以感觉千丝万缕全部通通都是 怎么都是你们的朋友们 闺蜜们家人们 这个牵涉到这样的公司里面去 让大家觉得说这事情真的很奇怪 很不单纯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村长的讲法是说 你看这个柯文哲 现在这个政治现金讲不清楚 会有哪一个会计师那么傻呀 推测最可能的真相 就是柯文哲幕僚团队 有人A了这一笔钱 让柯文哲如同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但是反过来 柯文哲是不是已经无缘2028了 是谁下的这个手呢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怎么看 柯文哲这几天这个案子 涉及到财务涉及到账目 跟钱有关那么不清不楚 这对于他的形象 当然带来很大的冲击 跟先严格讲现在已经受伤了 你看昨天他出来开了记者会之后 晚上戏剧性的端木正 又发了一个声明否认 现在到底怎么会回事情 整个案子就是不清不楚 光不清不楚本身 不管是账目 以及这个事情他们事后的处理 处理之后又引起很多的纠葛 包括端木正的否认 这都没有办法快刀转烂 就一刀两盯 一翻瞪眼 这个不清不楚跟你柯文哲过去形塑了说 我就是清白了 我是透明的 我是干净的 已经带来了很大的污点了 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是非常奇怪了 现在到底这个钱 一种就是说他污钱 那就涉及到 不但到底有问题要犯法 另外一个是可能形式上都合法 但是捞了钱 柯文哲我们借选举捞钱 这个现在说真的 恐怕跑不掉了 为什么怎么说呢 刚刚联合邦那个连连看 一弄相关的东西都是自己人 那你这些业务相关 你肥水不落外人田 就算你好像该赚都赚 那你不是讲说你以前讲了说 好像你都不会去碰这些 你也不需要这些 结果一看 从自己的小孩 到这些各者亲信 你跟黄珊三哥 这个公关公司的关系 李文忠跟他的妹妹 李文娟的关系 一直在砍脱都是自己人 包括端木正某种程度 也是他们的圈列人 也是给予不分区立委 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利害关系绑在一起 这个就是你很多的过程中 钱财运作 都是自己人在负责 你这个怎么会是 所谓的无私或者是公开 另外一个被逮到 你说他到黄国昌那个节目上 他讲说是人不明 他讲的就是端木正 端木正否认 他现在说他是人不明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用的黄珊珊 用的陈志涵 用的李文忠 用的李文娟 用什么戴笠玲 这些相关的 你就是是人很明 是人很明 怎么会扯出这么一大堆事情 那个地方你要推给端木正一个人 就是说是人不明 承认部分自己的错误 可是人家问的时候 你整个用人是有问题的 你用人为师 而且这些东西怎么样 还在图 这个图了很多各种各样选举的利益 今天我们只纯粹就他选举 就他报仗这一部分了 其他的 他真正设计大条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 有关跟市府执政里面的政策性的 那几个答案 所以柯文哲 最后他讲到说 记者问他说 你什么活着吗 我一听记者问 这么突兀的问题 你细看 今天过去的柯文哲 记者一涌上来 马上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表演都一直做 会停吗 绝佳机会 你看刚刚记者问他 去告就好了 然后一句话就断点 记者继续问他两个问题 一声不吭 凑着脸就走了 这是过去的柯文哲吗 你过去多么喜欢 在记者面前作秀 所以记者才问他说 你真的还这样 你一条活龙 怎么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记者问这个问题 看下突兀是要反讽他 你今天怎么 像你平常好好回答 甚至主动回答 那这不是就结了吗 怎么忽然间凑着脸 记者问他那个最清楚的暴露 柯文哲根本不敢面对问题 好 我来请教宏廷 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 其实要回到端木正的声明稿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是从事金融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端木正这里写说 我所提供的签证服务 均依法令办理 我想一般观众朋友 比较分不清楚就是说 会计师真正在做什么 会计师其实主要是在做签证 对他来讲 所谓的记账这些事情 算是一个额外的服务 有些人接有些人是不接的 因为坦白讲 签证跟记账这两件事 最好不要混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你说所有事情都是 端木正一个人自己在做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因为最简单的是 端木正如果想要做所谓的 这个福报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打包 用几个大笔的数字 叫石乐帮他打包 叫尼奥帮他打包 然后叫所谓的这个 木可公司帮他打包 这还需要什么 这需要发票 这个发票是谁开的 是端木正自己去做的吗 那就涉及伪造文书 跟完全造假 可是在实物上 你觉得看起来是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 因为我们看一下 其他之前在讲的事情 你看一下这是之前 自己柯营内部的人爆料出来 他说所有的报仗 都要经过李文娟的审核 李文中又是柯文哲 整个团队的所谓的财务 整个负责财务的幕僚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是 这整个报仗的程序 记账是谁在做 是李文娟跟李文中在做 谁在做签证 是端木正在做签证 所以谁给他单据的 应该是李文中跟李文娟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我个人认为 端木正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真正大问题的反而是谁 反而是李文中 李文娟 还有所谓的这个 石乐跟尼奥的这个公司 跟这个公司很好的黄珊珊 应该是这三个人 因为单据是这三个人 去提供出来的 所以就是李文中 李文娟 李文中 李文娟跟黄珊珊 对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得到 最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今天如果从政治现金专户里面 把钱转给木可 然后木可收了这些钱 开了这个发票 但他跟李文中 跟李文娟的关系是什么 木可的老板 木可的老板是李文娟 然后他居然还要负责 大家的报仗 可是在政治现金专户里面 呈现的是什么 他其实只是 承包柯文哲的一个广告商 不是吗 对 而且是一首竞选歌曲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反而才是最大的 所以你在这样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这家公司跟石勒公司 跟尼奥公司三个 看起来就是三个口袋 这里面端木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现在民众党 想要把所有事情推给端木正 可是其实真正问题大的是什么 真正问题大的是我刚才讲的 是李文中 李文娟跟黄珊珊 这三个人 所以看起来端木正在这里面 他发的那个声明稿是告诉大家说 我只做签证我没有在做 所谓记账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说最后司法跟所谓的 这个检调还有监察院会还他清白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再往上拉上去 这三个人要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好 来请教霍恩哥 这个巴黎奥运结束了 那要看这种各说各话的 政治肥皂剧的观众朋友就有福了 从昨天开始上一种各说各话的罗森门 各种的这些剧情 他斗不起来 就像刚刚两位前辈讲的 这个斗不起来 没有关系 因为北俭的黑心专组已经分案了 所以大家不要急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不管柯文哲一下子说什么 放台条深入 然后又说要找律师告他 或者端木正发的新闻稿什么的 没有关系 因为北俭要出手了 所以都跑不掉 你们都不要想跑 这个会计师我是觉得 这个新闻稿不够 就开记者会就好了 因为这个大家看了那么多会计师 这个端木正跟一般的会计师 其实不太一样 他有当过中央委员 他也当过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 这在2020年他是第22名 哪有这种这么 你怎么会对政治这么有兴趣 中央委员不分区立委 还柯文哲让他推荐他当那个富邦政的 这个独董代表 台北市政府的代表 然后还当台北市政府的联政委员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会计师 一般的会计师哪会 哪有可能去插政地 不可能 对不对 那你赶快出来 还有人叫你发不知杀生命 那到底搞什么鬼 哪有这么多离奇的事情 出来讲清楚 因为你不是一般的会计师 那柯文哲的五大案 我不晓得杰萱这五大案 什么时候改的都没有人赖我 这五大案这三个案子是 台北市议会有专案小组的案子 金华城 北市科跟台志光 这三个案子都有专案小组 另外两个是这个 南港转运站是跟这个星光 这个集团有关的 雨果市场是跟中华工程有关的 他五大案是这五个 怎么突然变成你那五个 我觉得柯文哲震震的问题是这个 这个是昨天被限制出境的副市长 柯文哲的副市长被限制出境 那柯文哲自己会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在电梯门口记者问那句 也没有很不礼貌 柯文哲说 比较直接一点 这个可以想见 因为观众朋友 你刚刚看到这个什么政治现金 这些东西 因为这种密密麻麻的 这个你要对账还有一点时间 可是这一件 这一件是五月就开始查了 这个已经是倒数第二个 这个彭震生一定是副市长 已经没有 我不认为它是什么案情的破口 因为我想这个金华城案子 这个宏廷议员很清楚 不需要 就像游淑慧讲的 我不需要彭震生 我这个案子都可以含中 所以他根本不重要 给他限制出境 这个表示说 我也可以解读说 他对案情很配合 因为我们检察官办案是这样子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昨天没有任何强制处分 只是把他限制出境 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要烦恼的是这个 这一条会比 刚刚讲的政治现金那一条 还要快 而且可能会有强制处分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被限制出境 那个够呛了 你说2026 2028 那个就比较遥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夏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淡大助理教授何景荣 西洋早晚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民众党的政治 现金申报 真的是一笔烂账 我们来看看昨天下午 尽管民众党在柯文哲的带领之下 开了一场记者会 可是观众朋友 你听得下去吗 有很多 有社会经验的朋友都告诉我说 这个太离谱了 柯文哲今天早上一早去上班 又被所有的媒体围堵 来听听看柯文哲怎么回应 主持人是自己本人会想要亲自来跟他对峙吗 我们直接叫历史告他就好了 但红生山这里有没有说要打击处困吗 好 好 好 主持人又有传说剪掉对峙还有约台 你会觉得又是在放消息吗 主持人你觉得这风波会营烧多久 你觉得 是民进党在政治追杀 来 主持人你觉得你会活着吗 好 电梯门要关上之前 有一个记者无厘头的问了一句话 主持人你觉得你还会活着吗 主持人你觉得你还会活着吗 那柯文哲悠悠的飘出了一句话说 什么话啦 必须讲 现在这个柯文哲真的是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昨天下午两点的这个记者会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主持 一个主持 意思就是说都不是我们的错 所有的错都是会计师 都是端木正的错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民众到底要相信会计师端木正 还是相信柯文哲呢 这个假账争议的单据 昨天我们看到民众党不是告诉我们说 没有啦 我们没有假报 没有人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而是有漏报 漏报的这个初步清查 大概一千多万将近两千万 所以是会计师擅自调节金额 那这十五笔漏报啊 两笔误报 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单据 一般来说应该会放大 然后贴在这个记者会的墙面上 大家过去可能看到很多类似的这个记者会 包括新票案 各式各样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只说我们有这十五笔啊 我们都找出来了 而且今天还会继续找 观众朋友 其实最重要的是端木正嘛 现在看起来关键是他嘛 那昨天他为什么没有开记者会 他为什么没有出席记者会 也有很多人问啊 如果他承认错误 像陈志涵说的 我承认 端木正说 我承认 我漏报 我承认这个便宜行事 那你出席记者会啊 一起面对啊 其实民众党的说法 必须讲漏洞非常多 果不其然 昨天下午两点的记者会 一结束没有多久 端木正就发了一纸声明说 关于柯文哲先生政治现金申报案 本所会计师提供的签证服务 均依法令规定处理 相信监察院 以及检察署 必能详细调查 还我清白 意思是什么 直接打脸了啊 直接打脸了 才两个小时而已啊 所以像是陈志涵讲的啊 说我们有查账啦 那当时端木正 在周末跟我们团队查账的时候 都有现场亲口承认 我就问 你有没有录影录音 你口说无凭啊 现在呢 你越说越多 疑点也越多 观众朋友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柯文哲他有道歉啊 他说他道什么歉 他说我世人不明 用到天兵 我用到天兵 最低的底线 最低的底线来了 他说我没有拿钱 那他有一开始有讲 这昨天在这个 跟黄国昌的直播的时候 他讲的 他说我一开始是想说 是被会计师污钱 还是被财务部污钱 会计师不就是端木正 财务部是谁 李文宗啊 所以他有想到这一点 还是说这两个人联合污钱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你 世人不明啊 观众朋友 如果是柯文哲 他不是太笨 就是太聪明 就是太狡诈 他世人不明 世人不明有没有罪 是没有罪吗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金句啦 昨天柯文哲的同窗好友 兼财务长 叫做李文宗 他不是有鞠躬道歉吗 他讲了一句金句 金事之句 他说我负责任的 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这负什么责任 这个真的是本年度最大的政治金句之一 那我们再讲到 这个除了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暴障 疑云之外 柯文哲 还有三大案产生 那我们先倒回头来到 2014年当时一届政治素人的柯文哲医师可以变成我们首都市的市长 我们首都的市长 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助他一臂之力打的是五大案 那时候他打五大案嘛 那现在柯文哲 这个是前世这是今生 柯文哲现在摄入了五大弊案 不就是很快的回力标打在他自己身上吗 于是就有人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 民进党当时把你送上去的是五大案 现在要把你拉下来的也是五大案 好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所谓的石勒跟尼奥的负责人戴力林 他到底是谁 他跟这些政界人士有什么关系 有人说他是黄珊珊的密友 是闺蜜 可是他透过有人发声说 我不是山友友也不是柯友友 我就是生意人 可是现在又有人说 他跟蓝颖的关系很好 众说纷纭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端木正 现在没有送中评会 有一些前幕僚又开始出来爆料 说柯文哲跟时间有特殊性关系 特殊性的关系 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还有小牛 还有说什么 现在有一个叫什么Sky的 说这个Sky说他是这个 包括这个什么木可的前总经理 乱七八糟 总之一大堆前幕僚 柯文哲的以前的部署通通出来爆料 所以柯文哲这个人的人和相当有问题 他不会管理人吗 你世人不亲 过去柯文哲曾经讲过 说批评好龙斌说你世人不亲 干脆死一死算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听听看 过去他怎么批评好龙斌的 所以你对你的属下在搞什么 你都不清楚 那你过去批评别人 那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来问一下 雨萱 雨萱怎么看 柯文哲的编号应该是7414 这句话现在回应在他身上最适合 因为我分几个层次 会计师他所负责的工作叫做签证 各位你知道签证是什么吗 就是我今天开一个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我有我的记账室 签证就是说别人把比如说交款单 提顶单 汇款记录 然后对方的收取 他有一整套完整的 包括甚至是你到底是哪一个案件 哪一个专案使用到这笔钱 这些文件整理好之后丢给记账室 而且是每个礼拜都要缴交的 这陈志涵讲这不是我讲的 每个礼拜都要交 然后整理完之后 记账室会把它干嘛 做分类 分类之后一个案一个案 到会计师桌上 会计师看了之后盖 盖 签证 认证说这个东西来就不 没问题 那我这时候你知道陈志涵 描述的场景是什么吗 他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给他 然后这时候民众党不知道为什么 少了好几笔发票 总共17笔 但各位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 他们总共有18万笔的发票 对不对 这是他们自己讲的 结果当中偏偏超过几十万的17笔 金额都不笼 然后小的都不会搞错 大的都搞错了 然后搞错之后 他们没有给这个会计师 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我们解释说 为什么当时发票没有给他 然后说这个会计师大出大戏 自己制作主张说 好 那我来帮你改好了 我来帮你调节 我帮你把这个金额报到这边 这边报到这边去 不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因为你知道正常会计师会做什么吗 你漏报对不对 金额兜不笼对不对 就是你进出向不符 你明明有花这些钱 但你没有单据 会计师会把你退回说 你东西少了 结果他说什么有... 会计师有跟李文中求救 各位这不是求救 这是在欺骗大家这种 根本没有社会常识的人才会相信的话 因为如果说会计师今天你报仗 他发现有假有错有误有缺有漏 他会干嘛叫你重来 什么我跟你讲说我赶快帮你弄 救救我李文中救救我 怎么可能 然后什么李文中跟他讲说 你自己看着办 没有这种事情的 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人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出来咬的人叫谁 你要跟十二嘛 你要跟十二各位你去算一算 他跟从柯文哲那边捞了多少钱 也不少 上千万 办活动啦 对 木可也是嘛 木可我们就等下放置谈 十二也是嘛 时间也是嘛 总共加起来几千万的钱 所以各位我在讲这个概念是什么 当初这些人关系很好嘛 关系不好不会给他们赚的啦 你懂吗 关系不好你是赚不到这笔钱的啦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跳出来去咬 反目成仇力 有很简单啊 你从一个点看就看懂啦 木可这家公司嘛 因为各位检调 你知道他要查的是什么吗 第一个 木可 他就是要查木可 而且还不只查一件事情 他要查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木可后来 汇了一百七十万 去给民众党 对不对 这是黄珊珊主张的 黄珊珊说有有有 木可后来赚钱之后呢 有政治现金回馈我们一百七十万 结果检调查到的数据 是超过一百七十万 几百万 换言之 各位当众的差额去了哪里了 我有把钱给你 但你民众党申报有少有漏 你这次进行申报有漏 这个你总不能怪端木正了吧 所以检调说要查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说你的授权金 怎么从来没听过这种 我叫你帮忙卖东西 我还要给你钱的 我授权给你卖东西 我还要给你钱的 没有听过这种事 所以检调也要查这一笔 但各位你知道这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反而不是这两笔 反而是说检调单位 早就已经在监控 在监管 甚至是在调查柯文哲 民众党内部政治现金 所有的戏目跟戏案 这才是最细事疾恐的地方 包括连陈佩琪这个案件 他们也说他们要介入了 昨天 北级检察长王俊立 已经说分案调查了 那是开检查会议的 代表已经盯上了 而且今天你从所有的报道 呈现出来的内容 代表我早早就已经注意你了 结果这时候民众长在干嘛 这时候民众长在说 世人不明 用天兵 开直播 或者是人 上脑筋 还在讨论内部的事情 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些案件 请问你觉得是一个 端木正扛得了吗 陈佩琪的咖啡 端木正扛得了吗 而且还不止这一案 还有我们讲 还有三大案 金华城的案件 彭真伸进去 端木正扛得了吗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是把头 埋到沙子里面 装作外面的一切天下太平 你知道吗 因为就算真的千错万 就是端木正错 你民众党 甚至是夏侠的所有人 包括黄珊珊 包括陈志涵 包括周宇修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他在提报这些金额的时候 周宇修他也有在里面 他也不需要签名认字 因为会计师的确 他是做签证的工作没有错 但是当你提报的时候 当你提领的时候 当你短缺916万的时候 不是今天你拿别的单据说 嘻哩呼噜说 我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就讲得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后 还是会回归到金流去查 你想想看 检调今天去查说 好 你说是他搞错了 他胡报 就去掉这个金流记录 我们讲了 从你的政治线专户 拉出来的记录 发现出一件事情 不对 你真的有领500万 那你到时候要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不是 我们讲 不是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民众党所有的做法 跟所有的解释 都只解释得了今天 掰不了明天 这才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坦白讲 民众党接下来真的会团灭 兵哥 这个民众党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严重 而且是多线进行 我觉得他们整个危机处理 基本上就是 跟敌能儿没什么两样 我讲实在 感觉没有社会经验 是啊 就是 但是非常的瞎 然后随随便便弄了几个东西 就认为社会大众会相信我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无知 他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吗 你知道他昨天就做了一件 超级笨的事情 你民众党开了记者会 你不是说木口公安公司 跟你们没关系吗 只是厂商吗 为什么他会在你们的记者会 上面去宣布 木口公安公司 要立刻暂停一夜 而且要把那个钱都捐出来 对 把钱全部捐出来 你昨天做这个动作 不就在告诉我 那个木口公安公司 就是你民众党开的吗 你要知道政党是不可以开公司的 这就是党产 所以那个钱你恐怕想捐 都捐不出来 那个钱恐怕是会 直接被查扣没收 是啊 所以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 然后那个时间公司也很好笑 那时间公司本来不叫时间公司 去年七月才改名 是 对啊 去年捐一改名之后 马上接到三笔 加起来一千万的大款项 结果陈志涵居然可以告诉我说 他以前也不知道这间公司 然后呢 就只有帮他上过影片 你相信有这种事吗 一间从来没有干过这一类的公司 你突然之间 就委托他上千万的交易 柯文哲是有钱到爆炸 是不是 而且看起来只有产出三部影片 是 对啊 所以三部影片就是千万 那也太好串了吧 是找什么明星拍的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 然后你看昨天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有针对时间的问题解释吗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还不严重吗 好 他们现在说 这一切都是段木正搞的鬼 我老实讲 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会计师 为什么要因为你很赶时间 所以我就帮你做假照 是啊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个理由 那当然 现在陈志涵他们说 我据说 民众党能跟我讲说 他们当时有录音 就是 有录音吗 有录音 有录音 端木正承认 承认 说他调节 那拿出来 我觉得就把录音拿出来 给大家听听看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语意不一样的时候 恐怕就是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也是要听到原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觉得 因为这次周宇修上节目的时候 讲说他们当时有录音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好是公开这个录音 那客观知道 你现在先不用去急着高端目证 因为检调已经开始在查 连监察院都跳下来查 那你要说他去政治追杀吗 是 因为你什么时候看过 检察官动作这么快 监察院动作这么快 但是不要怪人家要政治追杀 谁叫你要做这种蠢事 被人家追杀 真的 我讲实在话 这种事情一般 一般政党碰都不会去碰 因为这个很瞎 一定会被查出来 因为这是要公告的资料 这不是说你可以藏着噎着的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去做出 这么离谱的事情 然后 现在这一个戴莉玲去跟 那个黄珊珊切割了 是 可是问题是 戴莉玲过去跟黄珊珊交情 不错是事实 她跟很多蓝营人也交好 也是事实 是 因为戴莉玲在业艺界 其实还蛮有点名气 戴倒啊 戴倒很多人都认识她 所以我觉得她是黄珊珊 或是克文哲的朋友 那是一回事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吗 也就是 她先打电话去给黄珊珊了 然后黄珊珊也 黄珊昨天 今天有发文 说她第一时间 就通知党部了 党部去查账 查不出来问题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是查不出来问题的话 那为什么接下来戴莉玲 会委托媒体人 跟议员直接去爆料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正常的情况是 你报的不该报的账 我跟你是好朋友 我赶快叫你说 你回去查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结果不是 结果是立刻选择找人爆料 你们不觉得这整个操作 非常的奇怪吗 完全不合常理 所以我必须说 这整件事情恐怕还没完 因为端木正他今天敢这样讲 大家不要忘记 端木正可不是一般的会计师 他是民众党党员 还当过中央委员 还当过部分区 你怎么知道他手上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们说你们手上有录音 他手上有什么东西 我还不知道 赞助系还有得搞 是 没有错 那这个景文老师以前也是民众党党员 对不对 所以我看了我觉得 蛮替民众党难过的 昨天的记者会 不但没有澄清大多数的疑虑 而且最主要的 他有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公关灾难 就是民众党的身份 各位搞清楚 民众党在这里面的身份 是一个受害者 疑似有人掏空 疑似有人侵占民众党的财产 这个操控的人是不是石勒公司 是不是黄珊珊 我们还要另外一步一步去查证 但是民众党是一个受害者 结果受害者的民众党 竟然在现场 帮疑似加害者的石勒公司 发声明 跟他说石勒公司要解散要清查 木可公司 对不起 木可公司要解散要清查 听了他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今天李文忠那边告诉他说 我们那个1300万授权 不是授权 那个叫做管理费 我们委托木可公司 帮我们竞选总部卖那些小物 如果真的是管理费 木可公司帮你卖小物 那事后获利盈余 是不是要回捐 或者给业主这个竞选总部 这才对嘛 结果不是 昨天民众党就帮木可公司宣布 民众党说 这个木可公司要解散 解散原因是什么 赚太多吗 三个月之内赚了几千万 财报这么好要解散 然后要清查 还要把盈余捐出 如果正常的一个团体 这时候应该要干什么 马上阻止 然后要求 要求这个木可公司 不可以 我要跟法院申请 假扣押你的财产 因为为什么 那是我的盈余 要捐回来 要捐也是我民众党在捐 怎么会是你呢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夸张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是觉得 如果是端木正可能是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记者会的时候 我也觉得好像端木正是被 直接按上这个罪名 但是你回头看 昨天陈志涵说的话 他其实说端木正就是在 在竞选总部里面 负责记账的那个人 所以今天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其实陈志涵已经讲出来了 端木正本身他不但 如果陈志涵说的是对的话 端木正本身不但在竞选总部里面记账 而且事后呢 黄珊珊还有民众党 为了要满足政治监禁法规定 超过一千万要签证 所以还把他送 叫端木正求援兼裁判 来做签证的工作 所以目前来说你去看 端木正的声明说什么 其实端木正他没有否认 他有在里面记账 端木正只说 关于这部分 签证部分 他的签证部分 完全是合法合理等等 他也没有否认 他有在里面记账 所以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 一个人他同时兼任里面的记账 又同时兼任公正第三方 来做签证查账的工作 这个就叫做求援兼裁判 这个绝对违法 那我真的要请问一下 第一个就是 季选总部的主委黄珊珊 你在找端木正来记账 事后又来找人来 做这个签证的工作的时候 你难道不了解 求援兼裁判这个是违法的吗 你怎么会这样用呢 所以我觉得黄珊珊这位 有律师身份的人 你应该跟大家说 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违法事宜 没错 黄珊珊有选过局 她从这二十几年吧 至少 那她本身也是律师 她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 犯下了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进一下广告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